为什么英文老是看不懂呢 各位朋友 因为看英文呢 是要看句子 而不是看单字 但是因为绝大多数的朋友 你们在开始学英文的时候 都是以记单字背单字开始 所以你就把单字 当成你的基本的一个因素元素 用单字来看这个英文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你很多地方真的是看不懂 我们先用中文的例子来给大家解释 这是完全一样的道理 各位什么叫做下车 下车当然就是你从车上下来 就是下车是不是这样子 那么各位什么叫做下车给票呢 这是在台北市坐公车 大家就知道 这个有的公车有两段收票 有时候是上车给票 有时候是下车的时候再给票 那么如果你坐得远呢 就是上车给一次 下车的时候再给一次 就会给两次票 那么这个我们都可以接受 可是呢 有一个这个外国人就很有意思了 他来到这个台北市 那么他自认为他的国语应该可以了 因此呢 他就去坐公车 那么他就一上车呢 就要这个给票了 那司机就跟他说 下车给票 下车给票 那这个外国的朋友一听 他就思考了 什么叫下车给票 他就马上立刻又从车上下去 把手伸的很长很长的 再把这个票给拿给司机 当场把司机给吓傻了 那么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那他不是理解的很清楚 叫做下车给票吗 那么下车不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你要从车上下去吗 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 我们再看这第二个 嗯 什么叫自杀 这大家都懂啊 就是把自己给杀了吗 这叫自杀 那么我看到一个广告啊 这个就是一个鱼市场要卖鱼的广告 他跟大家说鱼需自杀 那请问鱼干什么要自己杀自己呢 鱼为什么要自杀呢 可是各位朋友 我相信你们都懂 就是说鱼呢 这个菜市场不帮你处理 你要带回去自己去这个杀鱼 因此呢 我们看到这个鱼需自杀 跟这个自杀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意思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自杀就是我们所说的单字 鱼需自杀或者是下车给票呢 就是句子 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并不相等啊 所以如果你要看得懂英文 这个观念你一定要突破 你突破了就有很多的这个看得懂的一个这个成果了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继续来看下去 现在我们就来看英文的例子 这个叫做last 就是一个单字 那么last各位叫什么意思呢 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懂啊 last当形容词的时候叫做最后的 那么如果当动词 它还可以当成持续 那么我们现在把它看看 变成句子了 cheating is the last thing I will do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cheating就是欺骗人家作弊的意思 是是怎么样呢 the last thing 根据你刚才对于单字的理解 当形容词叫做最后的 所以就翻译成这个骗人家是这最后一件事 什么是呢 I will do I will do 就是一个形容词子句 这边省略了个which 后面翻译前面的这个事情 就是我会做的最后一件事 那么你从这个你的理解呢 就是说你最后一招就是骗人了 可是各位 这就是天大的冤枉啊 这句话完完全全意思 不是这个样子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这个欺骗是我绝对不会做的一件事情 跟你刚才的理解完全不一样 所以各位朋友啊 我们在看英文 尤其是看到男剧的时候啊 你绝对不能够只光看单字 就像我刚刚讲的 因为大部分的朋友 都是由记单字开始 你的英文思考就是一个一个的单字 而你没有一个一个的句子的观念 没有句子的观念 你看出来的东西就会不一样 甚至完全看相反了 所以我们在看英文的时候 必须训练你一个猜 跟联想的本事 也就是说上下文去看 你反而呢 能够看得非常正确 那么我们六个符号英文法 一直在提供大家一些 在英文上能够突破的一个重点 其实都很简单的道理 你只要做到了 或者你懂了 你英文立刻就能进步 可是相反的 这些很简单的东西 一直都没有在这个 我们的学习者身上得到 所以学英文就会觉得 花了好多年的时间 好辛苦的 这个各种方式都尝试了 可是英文的进步就是很有限 问题就在这里了 那么各位 我们看到这里的last 就像我刚刚说的 它并不是最后一个 而是绝对不会做的一件事情 那么其实你如果从上下文去看 它一定会继续讲下去 对不对 骗人是不好的 这个事情是不道德 不光彩的 所以你看了上下文之后 你自然就会懂了 可是你如果光看单字 你就会看得有一点点 这个莫名其妙了 来我们多举几个例子 给大家欣赏一下 child 大家都懂 child叫做孩子 这个是单数 如果复数 大家更熟悉了 children 后面加上ren 那个叫children 这单数孩子呢 就叫child 那现在各位我们看到 sections include section就是课程 这个课程的一个阶段呢 就会包括 staying in tune 这个就是保持连结 和什么什么能够一致的意思 跟你的什么东西 能够保持一致呢 with your inner child 跟你内在的child 好各位又来了 你又是用字来看 那么因为个人教英文 教了很久了 大家的问题其实都差不多 尤其大家都是华人 你学的都是中文 所以你的思考 大家都差不多 那么错误或者是问题都差不多 那么各位也会 这个很自然的 就会想看到child 就想到这个叫做孩子 那么要跟你内在的孩子 去做这个保持一致 要能够贯通 连串在一起 那你就想到孩子 那奇怪了 我是个男人 我肚子里面不可能怀孕生孩子 所以我又看得有点莫名其妙了 所以各位就要做刚才说的 才跟联想的工作了 inner child 其实就是你内在 那个最纯真的自己 那个内在你的自我 你应该做那个自我 这个才是你原来 这个外国人真正的意思 千万不要看成跟你内在的孩子 你要还没有出生的那个孩子 把他保持连结 这个看起来真的是莫名奇妙 我们再看长一眼的句子了 这个叫sample sample各位可以去查字典 这个sample就是一个样品 样本叫做sample 可是各位我们看到这个句子里面 真的也有一个sample 可是这个sample 是你刚刚看到的样品的sample吗 这个很有意思 我们来准备看下去 可是各位朋友在看英文的时候 就会看到英文的这个句子 密密麻麻的 所以各位难免就会养成了一个原始的习惯 看的都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 因为这样子看对你来讲比较舒服 叫我看整个句子 我实在是不习惯 我也没有这个本事 是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加上六个符号来分析 加上六个符号分析 把英文分成一小节一小节 你自然就容易看得懂了 而且对于新的单字 反而很容易的就能够记下来 能够运用 好 那现在我们看这个句子 a night market is 这是主词 这个是动词 那么一个夜市呢 夜晚的市场 夜市市呢 the best place 是一个最好的地方 这个叫做一二三主词 动词 接受动作的字 找到一二三之后 各位看到后面还有这些杂七 杂八的东西 就是用来补充这个前面的这三个字的内容的 好 夜市就是一个好地方 什么样的好地方呢 for foreigners 借系词加上这个外国人这个名词 这就是个片语 称为一小节 就是对于外国人而言呢 他是怎么样的好地方呢 to sample all kinds 去sample这个所有的种类的 什么样的种类的东西呢 for这个字 大家就看起来有点辛苦了 Taiwanese food 台湾的食物 那这个字是形容这个台湾的食物 各位你看哦 跟着我朗诵一下 authentic authentic 那么各位还记得吗 六个符号 英文法一定强调大家要念出声音 不是你看得懂就可以了 你看得懂真的是只是学了一半 你的另外一半就是要有反应 要有声音 要能够运用 authentic就是我们的真实的 真实的就叫做authentic 好那么就可以来怎么样呢 对于各种的这个真实的台湾的食物 去怎么样子呢 like a stinky豆腐 好臭豆腐 pearl milk tea 这个叫做珍珠奶茶 and oyster omelet 这个就是我们的柯子煎 鹅仔煎 这个是很好吃的东西 这三样东西呢 都是台湾道地的这个小吃啊 那么各位回头看这个生字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当然是来这边吃一吃这个小吃了 那当然是我来尝试尝一尝这个台湾道地的这个小吃 那么这个sample当然是什么意思呢 当然就是去品尝去试吃或者是去这个试一试的意思 可是各位刚才你看到sample叫什么 样品 样品跟我去吃东西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完全没有关系是不是 所以各位看到你刚才看到的字 跟你现在看到的句子是完全不相连的 那么所以我的问题来了 请问你你看英文应该是看这个字 还是看这整个句子 当然是看这整个句子 因为你要用英文 你要考英文 你当然看的都是句子 那么各位养成好习惯 你看完了单字增加了 句型增加了 用法你也会了 这样子学英文才真的有意思啊 我们来再念诵它一下 A night market is 是什么呢 The best place 一个最好的地方 For foreigners 对于外国人而言 To sample all kinds of authentic Taiwanese food 去品尝所有种类的真实的道地的台湾的食物 Like a stinky豆腐 Pearl milk tea And oyster omelet 跟这个额尔尖 这三样东西 讲到这边 也许好多的朋友 就会提出疑问了 老师不对呀 我们看到的英文 都是字啊 所以我当然是看字啊 怎么可能会看到 这个一块一块的 所以说 我们就希望大家能够 字之外 你一定要有文法结构 在英文里面 单字要有声音 再加上一个思考的架构 也就是各位在学校学的文法 这两样东西合在一起 就变成了一个个的句子 那么其实我们在看英文的时候 看到的是一块一块的 这就是你必须要有文法的观念 而绝对不是这样子 一个字一个字的 如果各位你看到的是一个字一个字的 你的思考仍然是这个中国人的方式 你这是华语的方式 可是看到英文呢 各位你看到的是一块一块的 所以各位你在听英文的时候 你就发觉奇怪了 为什么这个英国人 美国人讲话好像都粘在一起 说话好像都听不太清楚 说话都是这个好几个字混在一起 它本来就是混在一起啊 这个时候你看到它 就是这个合在一起是一块 这个合在一起是一块 因为他们是母语嘛 天天说 说话都这个很流利很熟悉了 所以说话都是粘在一起 其实各位朋友 你如果懂了这个观念 你也做一个声音的训练 每天念越念越熟越念越快 这个越念越流利 你的英文就会越来越像 一个英国人美国人了 那么我们的英文啊 是一块一块的东西 其实就像堆积木一样 那么英文的道理 如果你稍微花一点时间懂了 你就知道为什么英文是一块一块的 我们在英文里面呢 我们说一个句子啊 你看到的就是这样子 密密麻麻的字 其实它是一组一组的 这个观念真的很简单 我们把每个句子当成一个人 首先我们先有前三 前三就是人的形状 那这些在过去的影片当中 好多朋友应该都已经学习到了 我们有这前三个部分 就是人头身体跟四肢 也就是你要先找到 一二三这三个部位 人头身体 然后你的四肢 好的 你的人出来了 不对啊 后面还有一大堆啊 对的 后面还有一大堆 这些呢 就是人的衣服了 人的衣服可能有很多很多 所以会拉的句子 拉的好长好长啊 那么后面的东西 会有什么东西呢 后面的东西呢 我们叫做后三或者是更高阶的后四 这四种分别有形容词系列 副词系列 插入语跟两句合并 那我们先简单的说一下 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就是额外的加进去 来把这个句子说的更长一点 说的更细节一点 所以我们现在简单的看一下 英文为什么是一块一块的 比如说各位看到的大部分 在你的观念都是字 这个英文里面的确有字 lent啦 hard啦 finally 这些都是字 可是各位还有偏语哦 偏语就是借词加名词 to score in high spirits in the balance 各位看到这就是一块一块的 就像我刚才分析这个句子的时候 各位看到没有 是不是借词加上名词 借词加上名词 借词加上名词 好标准哦 一个一个的清清楚楚 甚至这边也一样 like也是借系词 叫做像 像名词 所以它就是一块一块一块 存现出来的 然而再复杂一点 就由所谓的子句 子句带出来 when I have time 当我有时间的时候 最后子句还可以变成分词句构 那么这个详细的内容呢 就请各位参考另外一部 我觉得这是真的很精彩 因为你懂了 你在英文就能够突破的 就是这部片子就叫做 英文里怎么这么多的 to了 子句了 分将动词的分词 为什么有这么多 其实它就是把英文分成 一小块 一小块的原因跟地方了 那么各位 我们继续回到 我们说光看单字 只是看英文的一个错误的习惯 不但这一个单字 你看到单字之后 会看不懂整个文章 就像我们刚才看到这些东西 sample 它绝对不是当成样品 而是试吃 或者是去品尝的意思 那么在英文里面 看英文 就是要这样子整个句子的 整个意思的来看 那么现在 如果你只是挤单字 你还会犯一个很大的毛病 就是你会看错 因为英文字很多都很像 我们先举一件简单的 这个叫try 一个叫dry 那么try是试 尝试 dry是干燥的 那么我们看英文 当然应该是看整个句子 它是什么意思 你就不容易看错了 the land was 这块土地是呢 so dry 是这么的dry 那么这个dry 跟land一定有关系 那土地 干燥 所以呢 that 所以呢 it had to be watered 所以这块土地呢 必须had to 是助动词 后面用原型动词 被动语 be watered 被浇水 several times 这个好几次呢 a day 一天要浇好几次水 所以dry 当然是什么字 这个干燥的 可是我在教学生的时候 学生就会一看到字 他就很快地去思索 他曾经学过的字 那很多字 因为长得很像呢 他突然 居然有学生就会说 啊 这个字叫做去尝试 那么听起来 就体笑皆非了 土地跟尝试 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你根本就是 只是因为看到你这个dry 就好像你曾经学过的一个人 叫做这一个try 因此呢 你就想到那个字 结果意思看的 就有一点莫名奇妙了 我们再来举个例子 好不好 这个叫change change叫做改变 charge叫做收费 那么各位看到这个r跟n 就是小小的区别 英文这种小小的区别的地方 太多了 所以各位 那么除非你有很强的记忆力 有时候真的会搞错 搞错没关系 上下文就可以帮你澄清了 there is no extra charge 这个there is叫做有 有 那么no就否定了 没有额外的什么东西 我故意不讲啊 to our existing client 对于我们既存的 就是现有的这些客户呢 我们没有extra charge 没有什么呢 没有额外的什么 收费 这是我们照顾老客户 所以charge 应该是收费 就是这个字 那你当然就不要看错了 不要看成改变 叫做change了 好 那这个大家应该还可以接受 下面还有两个字 可能就更难一点了 这两个生字 各位请看 一个叫BALD 这个念成短音的O 念成BOLD BOLD 就是秃头的意思 后面是BOLD 这个念长音 BOLD BOLD 这个是这个勇敢的意思 是不是声音很像 长相也很像 那么我们再说一次 短音BOLD 这个长音BOLD 那么这叫秃头 这个叫做这一个勇敢的意思 这个天南地北 可是看英文就容易看错 那么这两个字 是我自己真正发生过的 有一次我在看东西呢 我就这样看到 他这样说 He always takes 他总是做呢 some boat action 做一些什么action 好 各位看到这个BOLD 其实你现在如果不认识单字 你也不会想到这个单字会是秃头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假设 看不懂这个单字 我们就继续看下去 Daring 这个Daring 就是敢 敢这个字可以当动词 这个结构叫做两句合并的分词巨构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如果你已经看到了这个一二三之外的东西 就是刚才看到的这些衣服的东西 其中有一个就叫做两句合并的分词巨构 这怎么回事呢 你一定要先懂 懂了你再看英文 你才能够轻松愉快 这个时候的这一个Daring 我刚刚说过 它叫做敢的动词 D-A-R-E 动词前面理论上一定有一个主词 所以这个主词呢 其实就是共同的主词 这边是she 这边也是she she省略掉 因为共同一个主词 后面的Dare D-A-R-E 就变成分词 分词就是加上I-N-G的这种现代分词 去掉一字尾 变成Daring 敢呢 敢去怎么样呢 to do something 去做一些事 什么事呢 that代表形容词之句 形容这些事情是 Others don't dare 是别的人不敢去做的事情 所以他常常去做一些 什么样的一些行动呢 当然是别人不敢做的 所以他真的是勇敢了 所以这个生智的意思应该是勇敢的 绝对不可能是秃头的 可是我就认为这个句子的意思叫做 它总是采取一些秃头的行为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笑死人了 可是当时我也跟大家一样啊 我学的英文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看的啊 没有老师告诉我英文要从上下文去看啊 因此我就犯了错误啊 所以现在呢 我发觉如果能够把这套观念交给大家 大部分的人真的都能够学好英文 跟我们当时不一样 我们当时真的是很少的人才能够把英文学好 我们再来继续谈一下 当我们在看英文的时候 你必须要建立这两个本事 就是拆根联想 但有的朋友就是直接到后面去找这个中文翻译 那很抱歉 你看中文翻译绝对不代表你英文进步 或者是你英文能够看得懂了 那么我们还是再来做一个实验 比如说各位看到这个句子啊 这里面有两个红颜色的字 这个叫做exception 这个叫做rule 那各位朋友不妨在这个地方暂停一下 影片暂停 去查一下这两个生字 它是什么意思 然后呢 你就试着去看一看 那么这个话到底在讲些什么 那么就很有意思 你就会发觉 你看到的字跟意思绝对是不一样的 现在我们就加上六个符号来分析这个句子 各位请看到英文里面 in Japan 这是我们的衣服 它是一个补素的作用 我们看真正的叫做一二三 这个一叫做new high-tech companies 在日本呢 新的高科技公司呢 are 是 是怎么样子呢 the exception 是一个exception 那各位查字点 可能叫做例外 那我继续 不下去 再给大家来分析 rather than 而不是 而不是什么呢 the rule 而不是一个什么 规则 所以它是一个例外 不是一个规则 听起来真的有点莫名其妙 在日本这到底在讲什么 那我们就继续多看一点点 unlike the US 这是一个片语 借词加名词不像美国 where带出来一个形容词句 形容这个美国 在美国这个地方呢 where就是美国这个地方 后面有主持动词的子句 many new high-tech companies 许多的高科技公司 这是我的主词 后面补充一下 like apple computer 就像苹果电脑 这样子的高科技公司呢 have sprung up 都以这个像春天一样 这样子绽放 就是这个 很多都冒出来 and 而且还有一个动词呢 叫做foraged 这个foraged 就是繁荣兴盛 赚了很多钱 那么这是美国的现象 可是不像美国 我们现在讲的是日本 好 我们终于看到这个句子的母句了 anyone 就是一 任何一个人呢 在看动词 叫做faces 任何人呢 都要面对着 面对着什么呢 serious obstacles 这个obstacles 就是difficulty的意思 就是困难的意思 任何一个人呢 都要面对 这个很严酷的困难 所以在日本呢 说实在 创新的事业 是非常难生根的 who 指的是前面这个anyone who wishes 他们期待 期待怎么样呢 各位看到 这个介细词 就做分割 to start a company 去开启一家公司 新的科技 新的创新 in Japan 在日本的话 任何一个人 都要面对着 很多很多 这个严酷的困难 所以日本 模仿人家可以 创新的东西 就不可以了 所以随着时代的进步 日本就越来越退步了 所以在日本 新的高科技公司 是这个很少见到的 是例外的情况 而不是一种什么呢 而不是一种常态 不像美国 新的高科技公司 不断的能够出现 在日本却是相反的 它是很少见到的现象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看到的字 跟它的意思 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看英文 到底应该看字 一个一个的字 还是看着 一个整个句子的意思 你看整个句子的意思 分成一小节一小节 你就能够看得懂 看得懂 记得朗诵 你就能够把它记一下来 进一步的能够 整个运用出来 这才是我们学习 英文的目的 就是学完能够运用 当然我们还有一部影片 也推荐大家参考 各位在新学英文的时候 你一定怕单字 可是各位单字越来越多 你发觉你怎么还是 老是看不懂 这时候就是你的文法问题了 所以英文学到一段时间 你家常的就是要文法 那么这部片子呢 请各位参考 欣赏一下下 那么希望六个符号英文法 能够带得懂 大家能够玩玩 全全的看得懂的英文 建立一个步骤 好好地来准备学英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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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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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